可别说我不带你走江湖啊 你看看这个排场 一定是欢迎像我这种大人物是吧 大少爷 你终于回来了 来 交给我 欢迎大少爷 车准备好了 大少爷 大少爷 我们走吧 他在台湾外号叫大少爷 来 大飞 什么事 我在基隆有一个酒店 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 我大飞闯荡江湖 向来独来独往 何况现在还有我马子蚊子 这里是台湾的基隆 不是香港的赤柱 你以为我不会说台湾话 你老姐 要我好好地照顾你 已经到台湾了 你最好老实点 来 把他给我驾上车 你赶 太真赶了 这也算酒店呢 这刹香港的江湖大佬 邓光荣他究竟有什么来头 天一安的相家要让他三分 永惠敏在他面前只能算后辈 借前成龙都要尊他为大哥 印象周润华刘德华给他做配角 一手把任达华给提携了起来 就连古天乐都是受到他的影响踏进了黑帮 这刹60到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港台影坛 可谓是一代枭雄 他就是香港黑帮联工乐的龙头邓光荣 不仅是广州鸿门志工堂的堂主 中午柳荣居 干爹赌王何鸿燊 干拟去张学友 因为邓光荣自己本身就是龙头 所以对黑帮的事情了如指掌 很多桥段都是直接照着联工乐发生的往事搬上大萤幕 好了废话不多说电影开始 这拿到统计腹部的男人叫小林 为了给父亲治病 祈求龙氏黑帮施舍50万 在80年代龙氏黑帮已经在江湖上叱咤风云 龙天是帮回了老大 而龙氏黑帮家族的三兄弟龙一 为人终于一起身手了得 龙二为人心惨毒辣 不达木利善不罢休 龙三为人比较笨 所以照顾父亲龙天的日常生活就落在他的身上 那个时期 龙氏黑帮坚决不允许手下碰违禁品 但有些人为了钱依然会铁而走险 这天龙二去见了父亲的手下 已经调查出来对方私自贩卖违禁品 但对方根本不愿意承认 殊不知龙一已经持枪堵住了他的小弟 男人还想耍赖不承认 龙一脚踹被他痛哭出声 直接拽开天花板 成功找到一代证据 下一秒一枪打中男人的脚 给他一个血的教训 就在龙一清理垃圾的时候 他的父亲在高尔夫球场被人暗算 接连几枪直接将他送进了医院 收到消息的龙一立刻前去报仇 开门的那一刻就是猎杀的开始 子弹不要钱的疯狂叔叔 一个个倒霉弹就利领了盒饭 报了仇的龙一冲到医院 凶粉的询问护士情况 直至小美突然开门进来 警告他们小生一血 并且告诉血库的血不够 让他们尽快找人给老头出血 把所有小弟的血都不合适 气急败坏的龙一去 找没有看好爸爸的龙三 一个嘴巴子将他打飞在地 但是龙三不服气的样子 上去又是一脚直接踹在墙上 在小弟面前丢进脸面的龙三 彻底怒了 他说出了龙一是杨泽的身份 龙一不客气的又给了他一脚 还好最后被龙二拦住了 由于老头还处于危险中